不能跳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 快到家的时候 小豆豆在路边发现了一堆好东西 那是一大座沙山 不在海边却有这么一大堆沙子 听说过这么好的事吗 简直像是在做梦一样 小豆豆立刻兴奋起来 蹦得蹦起老高 然后用尽全力向前冲刺 砰的一声跳到了沙堆的顶上 但是小豆豆立刻发现自己错了 这并不是一堆沙 沙子下面是灰色的抹墙的泥 已经搅拌好了的 只听得扑哧一声 背着书包拎着鞋带的小豆豆 陷到了灰泥里面 一直摸到了胸口 像是铜像一样动弹不得 小豆豆拼命地想争出来 可是一挣扎 脚下就滑滑地往下陷 鞋子也像是要掉下去似的 如果不尽力止住的话 恐怕连脑袋都有陷进去的危险 小豆豆只好保持着左手提鞋带的姿势 一动不动地站在灰泥中 不时地向路过的不认识的阿姨小声叫一声 爱 可是人家都以为是小孩子在做游戏 微笑着走过去了 傍晚 天色已有些昏暗 沿路来找小豆豆的妈妈看到了她从沙山里露出来的脑袋 不禁大吃一惊 妈妈赶紧找来一根木棒 把一头地给小豆豆 用力地把小豆豆从沙山里拉了出来 如果妈妈用手拉 她自己的脚也会陷到沙堆里去 小豆豆全身上下都是灰色的抹墙泥 仿佛成了一堵墙壁 妈妈说 以前不是说过了吗 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 不能立刻就跳上去 要先在旁边仔细看看 知道了到底是什么之后 才能决定怎么做 说到以前 那是一次学校午休的时候 小豆豆在礼堂后面的小路上溜达 看到了路的正中间放着一张报纸 真有趣 小豆豆心想 于是发得欢呼一声 像平时那样 先稍微后退一点 然后砰的向上弹了一下 朝着报纸的正中间全力冲去 谁知道 这里竟然是小豆豆上次掉落了钱包的 那个厕所的掏口 好像是校工叔叔在工作的时候 有什么急事走开一下 为了挡住臭气 就在取下了混凝土盖子的掏口上 盖了一张报纸 所以小豆豆就这么扑斥一声 掉进了厕所 这之后 小豆豆不免吃了不少苦头 但总算幸运的 又变回一个干净的孩子 妈妈说的就是这件事 以后我再也不跳了 小豆豆真的像是一堵墙壁那样静静地回答 妈妈放心了 可是 等听到小豆豆的下一句话 妈妈又觉得 现在放心 未免太早了些 因为小豆豆接着说 以后 我再也不跳报纸和沙子堆成的山了 就是说 如果见了别的东西 还是要照跳不悟的 这一点 妈妈也明白了 渐渐地 天黑得越来越早了 那我去看了 我去看了